歡迎來到FINTV 我是阿芬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寶可夢卡牌 強化庫充胞 黑暗亡靈 其實不用跟大家介紹太多啦 其實看這個封面就可以知道這次的主軸是什麼了 大家都知道雖然說我最喜歡的屬性是電系 但是其次呢 我們也非常非常的喜歡 幽靈系的 耿鬼 索羅雅克 而且我們先前玩過好一陣子的 傳輸阿爾宙斯的遊戲 能夠在寶可夢卡牌上看到更多更多 來自遠古時期的 喜翠地區寶可夢 真的是相當開心啊 潛伏在暗夜之中的幻影VSTAR 收入了很多擁有高通用性的 無屬性VSTAR的喜翠索羅雅克VSTAR 索羅雅克是無屬性的耶 我以為是幽靈系的耶 他希望讓更多的玩家可以去 對於蝸牛類型的動物 他是非常耐久 而且還可以恢復體力的這種設定 那我覺得還蠻忠於原作的 原作之中的黏美蓉其實 是相當相當的坦的 有點銅牆鐵壁的感覺 大家有追我們直播就知道 我們打他其實也花了好幾個回合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直以來都講到的 我就說了嘛 喜翠各地的這種被神眷顧的 特別的寶可夢 一定都會 每一個都被去出在V卡上 每一個都會 以及 光輝寶可夢 我知道 莎奈朵有非常非常多他的粉絲 莎奈朵的粉絲們 你要關注一下本次的黑暗亡靈喔 你可以在這一次抽到 光輝莎奈朵 而且我一直覺得光輝寶可夢 在我們的PTCG的這個環境之中 一直是佔有 非常非常重要地位的一個位置 因為光輝寶可夢 在你的牌組裡面只能夠放一張 你放了賈赫人蛙 你就不能放獵劍一 你放了獵劍一 你就不能夠去放莎奈朵 而且一直以來都會是以 異色的樣子去出摸 你看一下 雖然說這個看起來也有一點點背光 所以說你看不出來 但是實際上呢 這隻莎奈朵是 藍色頭髮都不是一般 綠色頭髮的傷害的 緊接著這個大牛拉也是 耿鬼優人系的大主角 突然出現在備戰區 就是他的特色 耿鬼的粉絲 關注一下啦 開來開不讀啦 受不了啦 忍不住啦 挖酷挖酷 大家也跟我一起挖酷挖酷了嗎 強化扣充包呢 一直以來都有一個特色 一盒比較小盒 但是裡面都會包非常好的料 一般一個卡包裡面只會保證有一張閃卡 但是這個裡面必含兩張閃卡啊 第一包 開 年寶寶 盾甲剪 我第一包是不是就出料了 對對對對對 這個邊 對對對 我這一次我絕對不會再亂做反應了 我已經看到了 這個邊不是一般的贏邊 我上次開到一張VSTAR 然後誤以為是意圖 我現在都看了很小心 是認真的邊 沒有在開玩笑的邊 災禍箱 雖然說也很好奇它是什麼效果 但是我實在太極了 萌妖魔感覺也很酷 好像是 好像是光輝 光輝塞了 哇 欸 大家應該可以從我的鏡頭看得出來吧 比在網頁上看到的 也量太多了吧 太誇張了 我剛剛有在網路上給大家看過啊 真的是圖片是圖片 實體是實體啊 你能夠擁有一張自己的光輝塞埃朵 它的滿足程度是不一樣的 哇 好像裡面安裝了什麼 LED燈啊 shiny shiny 對光輝塞埃朵它很棒很棒的一個重點是 它是基礎寶可夢 不用去進化 因為以往 例如說我們在第一彈 塞埃朵GX 它是需要從拉魯拉斯進化 還是二階進化寶可夢 但是它現在是基礎了 它可以直接派在備戰區 而且它被人家棄絕的話 只會被奪走一張江山卡 哇 亮到這個效果都很難賭耶 哇 一直反光耶 只要這個寶可夢在場上 直接所有寶可夢受到對手 寶可夢V招式的傷害都會減20點 我覺得非常棒 這個效果真的非常好 不用進化 沒有條件 沒有代價 你直接放在備戰區 就能夠發揮這個效果 它其實也不用幹嘛 就是放在場上 幫大家放一個 廣域BUFF 哦 這是鏡面傘 以前曾經有推出過 菲歐娜 菲歐娜是馬娜菲的小孩子 這種卡都很漂亮耶 海之燕 從自己的排庫最多選擇 三張水屬性的基礎 這個效果超強的耶 超級召喚獸耶 真不愧是我們的 滄海的王子 第一包就出好料 來吧 第二包 欸 欸真的耶 超多這種惡系的 超系的卡 第一張黑暗鴨 洗碎卡滴狗 這一次的繪師我覺得都畫得非常好 都很可愛 都畫得很帥氣 畫風我很喜歡 鬼絲 年美而來了 這是全新的耶 是來自喜翠的 來了 這一包的亮卡是卡比獸 無味脂肪 不會受到對手招式效果的影響 卡比獸好像一直以來都是很有那種 很肉燉的感覺 非常非常棒耶 可是我覺得有點想要想要可惜的地方是 他幾乎每一次出在卡圖上 都是這樣躺著在睡覺的樣子 大概十次裡面有八次都是躺在地上 他是不是一定會封入這個鏡面傘啊 天蝎 這張卡圖畫得很簡單 可是整張卡真的是看起來很漂亮 羅圖魔傷害水泵 選擇最多兩個自己的一隻場上寶可夢身上的放 What the 這個好繞口啊 我已經了解他想幹嘛了 兩個傷害指示物移到另外一隻寶可夢身上 你例如有一隻殘血而已 你把它兩個傷害指示物傳到另外一隻強壯的 滿血的 而且大家去注意一下 物品卡 而不是supporter 你一個回合可以發四張 以80點的傷害指示物到另外一隻寶可夢身上 前面那隻又滿血了耶 牛 我覺得因為它是物品卡 所以就是變得非常具可看性 緊接著說華顏怪 華顏怪也是在喜翠裡面很有興奮 來 欸 望羅有他的support卡耶 望羅是到底是誰 我就在這個地方不跟大家說清楚了 選擇一隻自己備戰的V卡 與那隻寶可夢附加的卡全部丟棄 哇 我覺得 我覺得這張卡非常有望羅的精神 望羅就是 大家有把遊戲玩到最後就知道 他非常的 我一定要用演的 他非常的 很有整個重新打掉重練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狂 我覺得 終於原作 那 你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要把自己的寶可夢卡丟棄 有一些新手玩家可能不知道 很多的V卡 他如果 他快要快要不行了 那其實會很怕別人 用老大的指令抓出去 你能夠自己 將他給丟棄 就可以 避免獎賞卡被奪走 好 我們下一張是皮可西 也是在傳說阿爾多斯裡面很有興奮 關於跳舞的 這邊也是就不劇透態度了 這隻寶可夢在場上 哇 這種卡真的超級亮的耶 那個效果都不太好讀 腸尾怪獸 這是在海邊有一個山鸞 有一對 很喜歡惡作劇 很喜歡捉迷藏的腸尾怪獸 對 你看他的招式也是惡作劇之味 把遊戲中的角色 給他挪進Pokemon Shading Card裡面 天蠍 這是剛剛那一張鏡面傘的普卡版本 緊接著 我看到了 我們這一包有黑鞭喔 黑鞭代表著有大卡 越劍派對 皮可西的後面 索羅 亞 亞科嗎 誒 劍戀雲 誒 不錯耶 傳說寶可夢 他是我們的愛之守護神 對 很多老玩家不見得會去認識這個全新的雲神喔 才剛剛被加入到寶可夢世界 而且他甚至在動畫上也還沒出現過嘛 劍戀雲的特色就是他是愛之守護神 然後他的那個招式也都是 美嚕美嚕 放出 Love Love光線 只要這隻寶可夢在場上的話 自己所有身上 不會受到對手寶可夢特性的影響 Oh my unicorn 不用再放雪道了 你有愛之守護神在場上 你都可以去防住所有寶可夢的特性 花開之尾 從自己氣牌堆最多兩張基本能量卡 任意賦予備在寶可夢身上 這個中規中矩的 很多這種招式都是天人的 卡蒂狗 雪莉怪 好像在拍什麼沙龍之道 銅鏡怪 布良蛙 已經有一兩年都一直看到他了 火夏 這一次竟然有火夏 我超級喜歡火夏了 雖然說我沒有跟他相處很久 但我就是很膚淺嘛 我覺得他很可愛 哈哈 從自己的牌庫選擇最多三張進化的寶可夢的卡 給對手看過 這要加入手牌 然後下一張亮卡 嘿 這邊是 喜翠索羅雅克 很帥 這張卡圖超級帥的 我覺得沒有輸B卡 完全沒有輸 對 站在高刺原那種高傲的態度 破滅詛咒 下個回合結束時 這隻寶可夢會氣絕 哇塞 什麼意思 哇 哇 Jesus Christ 這太強了吧 我的天啊 我這個環境我就玩這副牌 我覺得太強了 必殺技耶 在下個對手結束回合前 只要他收到這個招式 直接 拜拜 你用這種小人卡 直接棄絕人家VMAX那種 三張獎賞卡的超級大卡 你要瑪莉啊 你要印章啊 你去洗人家的牌 你控制對手的資源 你這招就絕對可以成立 看到了 索羅亞 是剛剛那一張索羅亞克的基礎形態 呼喚 易語 暴雪王 這個也已經 顏面扭曲了耶 我第一次看到暴雪王這個形象耶 很有趣很有趣 再來是 毒枯蛙 哇 這張卡我覺得畫得還蠻帥耶 毒枯蛙最近也是蠻有戲份的 我在金山鑽石明亮珍珠 打銀河隊的幹部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很多毒枯蛙 莎智福真的是他的B卡太搶戲啦 他的這種小人卡 就戲份會比較少一點 看一下他厲不厲害 關鍵啃咬 對手的一隻寶可夢 刷了三四年傷害 這個招式傷害 將對手的寶可夢拒絕的話 可以多獲得兩張獎傷卡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最後一張是 夢瑤 奇異之光 對這個還蠻經典的 我在打幽靈屬性道館 我接了夢瑤 有多少次的奇異之光